记者苏福南高雄报道,农民修耕有补助,渔民修鱼却只能喝西北风,为确保修鱼时期渔民有基本收入,立委邱志伟,杨耀等人共同推动渔业法修法,重点包括修鱼补贴写进法条,提高自愿性修鱼奖金至2万元以上。 目前法案已通过经济委员会审查,代理法院院会三读后正式实施,邱志伟指出,根据委员会审查完郡的版本,未来单一渔船,山坂及渔法渔民自愿性修鱼奖金提高至2万元,并依据鱼船吨数计算,每吨再加发1500元,最高修鱼奖利金以20万元为上限,只要一年初开90天以上。 修鱼,修鱼120天以上的渔船皆有领取资格,涉及于北高雄协定,永安、弥陀、紫光地区的渔船超过500艘,修法通过后,每年可领取的修鱼金贴总额将超过1000万元。 邱志伟表示,近来因应海洋暴雨,政府推动修鱼期,禁止渔船补鱼作业,许多渔民收入因此根据受到影响,令人不舍。 他认为,追求海洋暴雨的同时,也应照顾到渔民生计需求,政府有义务制定措施协助渔民度过修鱼期。